不过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 强调关闭哈马斯办事处和退出滑船的报导都不准确 又或只要各方有诚意 中止袈裟冲突和引导主义再难 卡塔尔将会重启滑船工作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不道 各位一节最新消息 天文台在下午3点20分取消1号戒备讯号